我们这边地址里面 比如说我想要知道 这边的资料里面 有哪一些是驻忠孝东路的 那我想要把忠孝东路的资料 搬找回来可不可以呢 当然也可以啊 那忠孝东路里面的人 我想要把它放在 我的栏位 比如我的新的工作表 的哪一个工作表 那其实也是可以的 所以后面加在一个会有指去 就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 然后再来就是说 你要把它写到哪个地方 当然这个地方range 你也可以怎么样呢 你也可以指向一个什么呢 新的工作表 这个前面有讲过 你可以再add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再把资料放过去 或者你slate哪个工作表 再把资料放上去 这个部分呢 请参考前面的 那比如说呢 我们再加一个那个 加一个这个这个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把资料 假设我今天呢 加一个shade2好了 那我希望把资料 slate中校东路的资料 把它放过来的话 那城市要怎么修改呢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方法 就是第一个 我先把我们刚刚那个城市 放过来 对不对 然后稍微修改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前面都一样 然后这里 后面会有加一个 会有所有东西呢 把它写到 比如说我写到A1 新的工作表 然后呢 放A1 那后面的话 特别注意哦 会有 就是一个 会有哪一个栏位 那我要针对呢 那个那个地址的这个栏位 所以这个地址指的是栏位 那特别注意 如果我要做全文检索 模糊 就是全文检索是关键字的话 那记得 文字字串的话呢 就是你那个栏位是文 放文字的话 就用like like呢 那如果万用字元 比如说中间有包含什么呢 中校东路的话 那特别注意哦 这个有个规则 就是因为呢 本来里面应该是用双引号表示字串 可是双引号已经被用掉了 所以呢 这里我们就改成单引号 所以特别注意 SEEKOL里面的单引号 使的就是字串 因为呢 双引号被用了 所以我们就用单引号来表示 再来呢 在SEEKOL里面呢 用 如果要表示什么呢 就是那个前后的外用字元的话 那请你加上什么呢 加上这个百分比 也就是说前面不管叫什么什么 中校东 后面叫什么什么 有没有 中校东什么什么什么的话 那你就前后加上百分比 这样子呢 就可以是一个模糊的 一个这个关键字检索 你就把这个字放在中间 然后一查询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执行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哦 这里边按一个F8 那也是开一个新的工作表给他 我放在A1好了 就这样这么 然后直接执行 查到这个资料库之后的话 然后呢 给一个SEEKOL里法 SEEKOL里法之后的话呢 再把资料call到那个A1的数算格 在这一期结束 我执行 然后再来